你们好,大家看起来都非常兴奋,这真棒。 如果我们对这个星期六早上感到兴奋, 我们能把这个会场的楼顶掀起来的, 我们将会有一个伟大的周末聚会。 今天,大家所要看到的聚会将会改变你们的生活。 我还记得,在我做这个生意的早期的时候, 我的推荐人威廉斯对我说, 查克,你离经济自由只有这么一点点的距离。 我当时住在50平方米的公寓, 开着一辆已经走了80万公里的破道汽车。 我根本没有感觉到自己是离财务独立这么的靠近。 但他告诉我,查克,你离他如此靠近, 是因为你只需要这么多一点点的信息。 当你有了这么多的信息以后, 你就可以知道要做什么, 你就知道需要做什么, 然后,你们就可以找到你们想要寻找的答案了。 这个早上,我们的目的是要传授知识, 我对你们充满期望。 你们中有多少人准备好得到自由, 渴望得到财富, 渴望成为成功人士的。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读过今日美国上的一篇文章, 题目是关于人们如何才能变得富有。 大家猜猜看,人们觉得变得富有的最佳方法是什么呢? 买彩票,是的。 通常,人们的第一答案是买彩票。 我叔叔是个数学专家, 有一天他告诉我, 查克,你知道吗? 从统计数字的角度来说, 其实,买不买彩票, 你的中奖几率都是一样的, 大约只有千万分之一那么多。 第一个答案是中奖, 那猜一下第二个答案是什么呢? 第二个答案是继承遗产, 比方说你有很富有的叔叔和婶婶, 你是他们最疼爱的人, 那么你的一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第三个是什么呢? 相信你们都听说了, 是打官司。 对美国人来说, 第三个最好的让自己变得富有的方法是打官司。 对我来说, 这意味着我的刘神那些既不买彩票, 又没有有钱亲戚的人。 可是我想今天, 如果有人再做一次这样的市场调查的话, 很多人会谈到股票市场, 股票认购权等等。 人们想, 如果在我的公司里, 我能有这么多股票认购权的话, 我就可以变得富有, 我并没有任何贬低股票市场的意思。 相信我吧, 我也买不少的股票。 但有一个问题, 目前的股票市场完全失控。 很多在股票市场上有投资的人知道, 目前股票市场一片混乱。 我有一个有很多股票的亲戚告诉我说, 在不够三周之内, 价值100万元的股票认购权, 现在只值20万。 正如俗话所说的, 你怎么才能在股票市场上得到100万呢? 答案是, 你要投资300万。 因此, 你们要格外小心, 如果你们把自己的将来全部投注在这里, 你们得有一些保障。 所以, 正如斯托姆斯先生说的那样, 我们的生意是这个星球上最好的赚钱机器。 就这么简单, 你们一定要全心全意地接受这个概念。 在这个生意里, 我们可以获得全面的掌控, 它不像外面的经济那样, 因为当经济转坏的时候, 很多人都想进来, 因为他们想寻找另外一个创造收入的机会。 当经济好转的时候, 人们都想花更多的钱, 所以, 我们的销售量会上去。 因此, 无论外面的经济在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的生意都可以做得很好。 问题是, 你在这里做了什么事情? 这是唯一有疑问的问题。 所以, 今晚我们打算谈谈, 怎样创造财富, 而不是去买彩票, 不是继承遗产。 当然, 不会是去和别人打官司, 或者投资在股票上, 而是通过这个生意, 这个地球上最好的生意机会。 好的, 当你做出结论, 认定这是一个可以在你生活中创造现金流的大好机会, 你应该做这些事情, 你必须全面掌握这个生意模式, 这个八步模式, 你必须全面掌握这个生意模式。 当我刚开始这个事业的时候, 我想我应该做自己的事情, 我被人们称为独立生意人, 所以我打算在生意中独立, 然后我就在这个生意中独立的失败。 我的推荐人威廉斯告诉我, 这个生意很简单, 很容易, 并且很好玩。 他经常这样说, 这很简单, 很容易, 并且很好玩。 这很简单, 很容易, 并且很好玩。 每次我和他在一起, 他都说, 这很简单, 很容易, 并且很好玩。 但当我回到家, 我对自己说, 我倒发现他很复杂, 很难, 很让人沮丧, 我根本不认同他所说的。 后来我才发现, 这是因为我并没有遵循同一个生意模式。 你们多少人看过这本书? 这是一本百万富翁看的书, 它的名字是《成功榜》。 你知道这里面最令人惊叹的是什么吗? 这本书里面的每一个成功人物都是通过掌握了同样的成功八部模式而走进这本书的。 威廉斯有一天向我指出说, 查克, 你也许是这本书里第一个, 唯一一个没有按照这个八部模式而是按自己的方式做事情而进入这本书的。 我对这个评价不是特别兴奋。 所以今天我会和大家讲讲这八部模式是什么? 在我详细谈这些以前, 我希望能说服你们, 这个八部模式真的是在这个生意里获得成功的真正的唯一的方法。 如果你仍然对你需要跟随一个模式这一点仍然觉得疑惑, 让我给你们说明一点, 每一个成功的企业都有一个令它成功的模式。 每一个成功的企业, 麦当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让我来问你们一个问题, 麦当劳是一个全面成功的故事, 对吗? 它是一个百分之百成功的例子。 我希望你们能如实回答这个问题。 你们中多少人会觉得, 你们能做出比麦当劳更好吃的汉堡包? 你们最好都举手, 这是当然的。 好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麦当劳能如此成功呢? 它如此成功是因为它是可预测的, 它的服务非常迅速。 让我再来问你们一个问题, 麦当劳真正卖什么呢? 它卖的是一个生意模式, 它卖的是一个生意模式。 当你去麦当劳的时候, 它们的薯条鸡在哪呢? 在左边, 对吧? 它们的奶昔鸡在哪呢? 它们放的地方都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它们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工作模式, 只要你愿意支付50万美元, 你也可以得到这个模式。 在这个生意里, 同样, 只要你愿意做出一个决定, 你也可以得到这个模式, 这是你的选择。 下面让我们进入八部模式的讨论。 第一步, 确定你的梦想。 确定你的梦想, 你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否则接下来的七个步骤不会有任何价值。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为什么你要做这些事情? 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与你在这个生意里的成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因为当你走到某个地步, 你会问自己, 为什么我会做这些事情呢? 如果你能给予一个好的回答,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什么也不会发生, 你只会开始建立你的生意, 所以你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 当斯托姆斯夫妇谈到他们的生活方式, 成为一个千万富翁的时候, 多少人产生共鸣呢? 他们的故事是不是很精彩呢? 是不是有很多人喜欢用现金, 而不是信用卡来买车, 甚至买房子, 或者买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岛, 买船甚至买飞机, 或者任何你想买的东西, 这太令人神往了, 有些钻石们在谈用钱买回他们的时间, 在星期的下午和女儿去迪斯尼乐园玩, 为什么你做这些事情呢? 你必须确定你在寻找什么东西, 对于我和我太太来说, 我两样都想要, 金钱和时间, 我们并不贪婪, 我们只想要时间和金钱, 令人兴奋的是, 因为我们这个生意, 现在我们有了时间, 靠着这些被动收入, 我们过着很好的生活, 我们正在盖一栋新房子, 我们对此很兴奋, 我们在开始这个生意的时候住的房子, 刚好能放进去, 现在我们在盖的新房子的客厅, 生活是美好的, 我们很高兴, 然而关于要回答你的梦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 当你回答你为什么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一定要在内心深处燃烧起激情, 你一定要被激情燃烧起来, 你必须有一些紧迫感, 否则你就要继续在心灵深处挖掘, 看看什么东西可以产生激情和紧迫感, 让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也许你们都听过这个故事, 假设有一天你在饭馆里坐着, 突然有个女士冲进饭馆, 神情激动, 疯狂的冲着你大嚷大叫, 你能帮帮我吗, 你能帮帮我吗, 我的车在外面着火了, 车门锁住了, 可是我的钱包在车上, 实际上这个时候, 那个女士在对你说, 你能不能冒着生命危险, 去撞开我的车门, 帮我拿回我的钱包呢, 现在你会有什么反应呢, 你也许会回答, 女士, 照我看, 你就当自己不小心把钱包丢了吧, 别放在心上, 但现在让我们换一个情景, 让我们假设你在同样的饭馆吃饭, 在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一个女士冲进来, 对你神情激动的大嚷大叫, 请帮帮我, 请帮帮我, 我的车在外面着火了, 车门锁上, 不是说我的钱包在车上, 而是我的孩子在车上, 你会有所行动吗, 你最好说当然, 因为那个孩子在车上, 仅仅一个情景变了, 那就是你的梦想的价值, 你会愿意冒着生命危险, 你会不惜一切代价, 把一个生命从一辆着火的车里抱出来, 让我们把情景再改动一下, 让我们假设你坐在同样的饭馆, 吃着同样的东西, 同样的人向你冲进来, 请帮帮忙, 请帮帮忙, 我的车在外面着火了, 车门锁住了, 不是说我的钱包在车上, 不是说我的孩子在车上, 而是你的孩子在车上, 现在你会做什么呢, 也许那个女士的话没说完, 你已经冲出去, 你甚至想也没有想, 你已经冲进着火的车, 把自己的孩子抱出来了, 到底是什么改变了呢, 有什么不同呢, 是你的梦想的价值, 是跟你的梦想紧密相连的激情和紧迫感, 使你改变了, 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德士特整天把梦想挂在嘴边呢, 很多人很奇怪, 为什么有人成功, 而另一些人不成功, 这跟这个首要的最基本的步骤有关, 那就是你的梦想, 以及与你的梦想紧密联系的激情和紧迫感, 一旦你拥有了梦想, 接下来的事情就很简单了, 你只需要给自己定一个, 要实现它的时间表, 把它变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 然后定理行动计划, 付出努力去完成它们, 大多数普通人通常只会向后看, 他们没有专注于第一步, 那就是梦想, 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哪里呢, 他们把注意力放在要付出的努力上面, 而这个是最后一步, 他们总是在问这样的问题, 你们可能已经听说过无数次了, 我们要花多少时间呢, 我们要去参加聚会吗, 我们要这样没完没了的参加聚会吗, 这根本不重要, 我们应该专注于我们要去的地方, 我们要专注于梦想, 除非你搞清楚你们要去哪里, 为什么你做这些事情, 让你对你的梦想和你的结果的激情迸发出来, 否则一切都不重要, 那才是底线, 如果你连第一步都做不到, 下面的第二步到第八步, 根本不重要, 所以这就是第一步梦想, 顺便说一下关于努力, 杰里美杜斯谈到不管做什么, 我们都要付出努力的, 无论做什么事情, 我们总是要付出努力的, 对吗, 杰里美杜斯谈到一个事实, 那就是如果我们要用两个小时来讲一个生意计划, 要讲大约一千个计划, 才能成为钻石, 那总共要多少个小时呢, 大约要两千小时吧, 但是如果我们选择每星期用四十个小时去上班, 按一年工作五十个星期来计算, 那么每年要工作多少小时呢, 哈哈, 多么巧啊, 刚好也是两千小时, 所以看来我们是再怎样要工作两千个小时的了, 不同之处在于, 你一旦用了两千个小时去建立这个生意, 你就可以得到财务独立了,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你可以不再讲任何的生意计划, 你可以想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 但是如果你选择了另一个方式, 你就不得不总是一直做下去, 所以你要找到让你激情迸发的事情, 去掌握这个生意模式, 迈开步伐, 实现梦想, 第二步是做出一些承诺, 做出一些承诺, 彩票, 是人们盼望致富的第一选择, 是因为这个回答一点都不需要做出什么承诺, 对吧? 你买张彩票, 然后把电视机打开就行了, 这里有五个方面的承诺, 你自己决定你愿意做出多大的承诺, 确保它和你想取得的回报相适应, 五个方面的承诺是第一, 清听, 第二, 阅读, 第三, 语言们交往, 第四, 对产品忠诚, 第五, 活动, 好, 让我们详细讲解一下, 第一是清听, 你要承诺于经常听磁带, 听光牌, 把你的车变成一所在轮子上的大学, 从聆听开始你的示意, 第二点, 阅读, 读推荐书, 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书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我, 我的妻子也许能告诉你们, 书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了我, 第三点是与人们交往, 这意味着参加各种聚会, 只要有机会去认识在你的生意支持团队中的成功人士, 你都要抓住这些机会, 定下承诺, 一有机会就去和成功人士交往, 这是如此重要的事情, 第四点, 对产品忠诚, 你只要这样想想, 你买的所有产品都会包含着利润, 这些利润会流到某个人的钱包里, 支持某个人的生活方式, 每次你向别人购买产品的时候, 利润去哪里了呢? 去了别人的钱包和别人的生活方式里, 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要确保你把这些利润放在自己的钱包里, 最后第五点, 行动其实就是跟随模式, 如果你发现自己做的不是八部模式里的事情, 改变吧, 我无数次听到人们跟我说, 查克, 我在玩命的建立这个生意啊, 我真的在没日没夜的工作啊, 然而, 当我看到他们日程表的时候, 我发现, 在一个月的29天里, 他们确实在绞尽脑汁的思考着, 计划着他们的生意, 每天24小时, 每周七天, 无时无刻不再想着他们的生意, 等到一个月的第三十天, 当他们开始做八部模式的第一步, 第二步的时候, 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了, 所以要确保你的行动聆听阅读, 与成功人士交往, 对自己的产品忠诚, 然后付出行动, 这就是定下一些承诺, 你一定要在自己的生意中定下一些承诺, 好,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第三步, 这是行动真正开始的时候, 你的行动是第三步, 写下你的推荐对象名单, 写下你的推荐对象名单, 我们有一本手册, 非常轻便, 非常实用, 它的名字叫, 你认识谁, 要确保你自己认认真真地花些时间, 在你认识谁这个手册上, 把你认识的所有人的名字都写下来, 好了,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本小手册的时候, 我完全把它看错了, 因为我把它看成是, 你认识谁愿意成为一个独立生意人, 开始聆听和阅读, 与人交往, 使用自己的产品, 并且做八部模式所著名的行动, 这就是我所认为的标题, 所以, 必然的结果是, 我的名单会很短很短, 实际上, 这个手册的意思, 其实就是, 你认识谁, 就这么简单, 句子完了, 所以, 请放心的把你认识的所有人的名字都写在上面, 你应该写一份至少有52个名字的名单, 最起码52个名字, 除了一年52个星期以外, 52这个数字还能让你想起什么呢? 答得好, 是一套扑克牌, 这是一套标准的扑克牌, 你其实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名单, 在一套扑克牌里面, 你有234这些数字牌以外, 你也有丁钩, 圈, 老K, 尖等等各种不同的牌, 你要寻找的是肩牌, 好消息是, 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成为一个肩牌, 这是他们的选择, 无论他们是否在积极使用这个生意模式, 但是人们是不是肩就不是你的选择了,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在这些扑克牌里有四个肩, 四个在这个生意里发奋工作, 建立大生意的人, 你写下这份名单的目的, 其实就是为了翻开所有的牌, 然后找到你的肩, 有一件事你必须清楚, 当你写下52个人名字的名单, 你有了你的扑克牌, 除了这52张牌以外, 通常还会有什么其他东西呢? 是小鬼, 多少呢? 有一对鬼在这些牌里面, 通常这两个鬼会在扑克牌的哪里呢? 在最上面, 对吧? 对你来说, 你第一个邀请的人, 也许是你的兄弟姐妹, 你的父母, 你的比较亲密的家人, 他们是你的名单中最支持你的人吗? 通常不是, 因为他们太了解你了, 他们也许会说, 歇会吧, 你从来没有成功过, 你甚至连怎么打开电脑都不知道, 还能指望你做一个成功的电子商务生意吗? 这些话是不是很令人兴奋呢? 请做好思想准备吧, 当你打第一个电话给你的亲朋好友的时候, 他们都会过度保护你的, 他们不想看到你被伤害, 你要明白的是, 他们其实是你的扑克牌里面的小鬼, 他们仅仅是小鬼而已, 当你打电话给他们, 他们哈哈大笑说, 哈哈, 你什么时候想成功的? 嘿, 妈妈快来看, 原来宝宝也想成功, 宝宝, 你想成为一个百万富翁吗? 在座有人对这些情景有同感吗? 不要批评他们, 只要说你是一个小鬼, 然后继续翻开你的扑克牌, 打电话给下一个人, 好吗? 这是至关重要的, 好了你要明白, 如果你一开始遇到小鬼, 那意味着你的尖仍然在下面, 你只要继续去寻找它, 下一步你要做的事情是, 看看谁是最有志向的人, 当然我不赞成把人分等级, 但你完全可以按照志向水平给人们分类, 看看谁最有志向, 在你的名单里, 有些人是很没志向的, 即使他们想参加你的生意, 你也不想让他们参加, 你知道他们是小鬼, 不要紧的, 把他们放在前面, 先打电话给他们, 没错的, 先练习练习, 当他们粗鲁的, 傲慢的对待你的时候, 你只要告诉他们, 反正你也没打算让他们加入, 我只是想练习一下而已, 另外一方面, 你会发现有些人很有志向, 那些有志向的人, 就是你要找的尖牌, 为什么呢? 让我给你一些哲学知识, 这也许有点深奥, 请注意了, 那些赚到钱的人通常会做能赚到钱的事情, 这句话听起来难懂吗? 那些赚到钱的人通常会做能赚到钱的事情, 所以当你向成功的人讲解这个生意的时候, 他们通常会愿意做这个生意, 因为他们会认为这很有道理, 能赚到钱, 我们很容易过早对这些人下定论, 我记得有一次打电话给我的推荐人威廉斯, 我说我不打算接触这个人, 他什么都有了, 你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呢? 这个人什么都有了, 你说过这样的话吗? 这个人什么都有了? 威廉斯立刻澄清说, 查克, 不不不不, 他并没有拥有他想要的所有东西, 事实是他拥有你想要的全部东西, 这就是区别, 所以不要为这些人下定论, 至少写下有52个人民的名单, 然后寻找你的尖, 不要担心其他人继续往前走, 下一步你要做的是扩展你的名单, 你要时时刻刻的扩展你的名单, 这个生意最大的恐惧之一就是用完你的名单, 在座有人遇到这个恐惧了吗? 你最后只剩下七个名字了吗? 你恨不得把他们给好好保存起来, 舍不得用, 否则你就没有生意可做了, 错了, 让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怎么认识你认识的人的? 你与他们见面呢? 朋友们, 这是不是什么高深科学呢? 在你生命的某个时候, 你和他们见面了, 你出生的时候, 你的父母不会跟你说, 看, 这就是你一生要遇到的朋友, 不会这样的, 你是后来在各种场合遇到他们的, 你总是在不断地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所以我发现, 可笑的是, 我们在这个生意里说, 你要走出去认识一些人, 而有人居然很惊讶, 什么啊? 他让我去认识一些人, 这有点滑稽吧? 在你没做这个生意之前, 你总是去认识人, 没有人觉得滑稽, 而你做这个生意之后, 你去认识人, 有人就觉得滑稽吗? 怎么会有人觉得我认识不了谁呢? 我去认识人们的时候, 我该穿什么衣服呢? 好了, 大家觉得这个很可笑, 但我不得不承认, 刚开始这个生意的时候, 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一点也不外向, 事实上, 我以前通常是通过认别人的鞋来认人的, 我从来不敢看陌生人的眼睛, 也许在座有些工程师对这有同感, 我经常看着别人穿着鞋子跟人们打招呼, 我总是低着头说, 哎, 宝宝, 你好吗? 玛丽, 你怎样了? 我记得我问威廉斯, 我应该怎样去认识人, 他给了我一个忠告, 我知道你们这些事情, 因为我知道今天在座有一些工程师, 这对你们应该有帮助, 他对我说, 认识人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看着别人的眼睛, 我一听到这句话, 立刻直冒汗, 我说, 看着别人的眼睛, 还有什么吗? 就这么多了, 你只要学会这样做就可以了, 所以威廉斯给我的家庭作业室, 花上两个星期的时间去逛大街, 看着别人的眼睛, 就这样溜达着, 人们走到我面前的时候, 我就强迫自己抬起眼睛, 看着人们, 就这样做了两个星期, 我安慰自己说, 我会成为百万富翁的, 我走在百万富翁的路上了, 两个星期以后, 我回去找威廉斯, 说, 现在我能看着别人的眼睛了, 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 他说, 接下来你要学习微笑, 我说, 是一边看着他们一边微笑吗? 他说, 没错, 所以又两个星期过去了, 我在大街上溜达, 看着别人的眼睛汗流满面, 挤出艰难的笑容, 人们都以为我是疯子, 我暗暗的自我安慰说, 我会成为百万富翁的, 我走在百万富翁的路上了, 两个星期之后, 我对威廉斯说, 好了, 现在我做到这个了, 接下来我该做什么呢? 他是这样说的, 现在你要做的事情是, 要学会说你好, 我说,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 他说不是的, 你要把这三个动作合并成一个, 所以现在我又在大街上溜达, 一遇到人们走过来, 就抬起眼睛, 堆起笑容, 挤出两个字, 你好, 我讨厌这样做, 人们都以为我是神志不清的人, 但我成了钻石, 你们也能做到, 经常有人问我, 当我去接触人们的时候, 我该说些什么呢? 我该说什么呢? 你知道吗? 这个问题问错了, 你必须明白, 关键不是你说什么, 而是你问什么, 你说什么无关紧要, 而是你问什么, 让我给你三个关键词和三个问题, 要记住这三个词, 过去, 现在和将来, 过去, 现在和将来, 过去, 现在和将来, 问人们的过去怎么样, 哎, 约翰, 你在这里做了多久了, 问他们现在的情形, 哎, 约翰, 你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问人们的将来, 哎, 你打算在这里再干上八十年吗? 你将来想做些什么事情呢? 问类似的问题, 过去, 现在和将来, 你在这里工作多久了, 你喜欢做些什么呢? 你将来想做什么呢? 你打算长期做这样的事情吗? 很多人会说, 当然不会长期做了, 我们早就想离开这里了, 然后他们会说到自己希望拥有的东西, 这就打开了一些机会的窗口, 从这里开始, 我相信每个钻石团队都有自己习惯使用的接触台词和话语。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用高科技来接触人们的人, 最好记住以下几点, 电脑, 上网, 金钱, 你可以这样问人们, 你有电脑吗? 这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说的过去, 现在和将来上面。 你可以这样问, 你在目前的工作上做了多久了? 五年了, 你喜欢目前的工作吗? 一点也不喜欢, 你五年以后还打算在这里做下去吗? 当然不想了, 我想试试别的东西。 是吗? 让我来问问你一个问题, 你有电脑吗? 当然了, 你经常上网吗? 或者你认识经常上网的人吗? 当然, 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我告诉你一个能通过互联网来赚到钱的方法, 你有兴趣让我跟你讲讲吗? 你认为人们会怎么回答呢? 他们会说当然了, 他们会迫切地要求你告诉他们更多信息的, 这只是一种接触方式, 还有一万种其他的接触方式, 关键不是你说了什么话, 而是你问了什么问题, 要学会问正确的问题, 学会永无止境地去扩展你的名单。 好, 让我们继续, 你现在已经明确你的梦想, 你定下一些承诺, 你写下了一些名单, 接下来你要邀请那些人, 接触和邀请是八部模式中的第四部, 邀请人们的目标是很简单的, 那就是举办聚会, 它不是为了向别人解释你的整个生意, 那是我们的第五点, 也就是讲解计划。 第四部, 这是邀请人们参加一个聚会, 你要咨询你的领导人, 看看你们团队里有什么常用的, 与别人接触和邀请的时候使用的措辞, 不同的团队会有不同的沟通技巧, 它们都是非常好的, 关键的是要找到适合你使用的, 但是比你说的话更重要的是你的闲脉之音, 换句话说, 也就是在你接触和邀请人们的姿态, 你的生意姿态, 你的激情,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必须拥有一种正确的姿态, 你有没有意识到, 你拥有的是一个快速增长的数百万元, 甚至数千万元的生意呢? 你在掌控着它, 你是它的总裁, 数千万元的生意。 有些人说, 没有啊, 我刚刚加入而已, 不, 你拥有的是一个快速增长的数百万元, 甚至数千万元的生意, 这就是你应该拥有的姿态, 你必须在你看到它以前看到它, 明白吗? 当你打电话给人们的时候, 你要时刻提醒人们这一点, 例如你手里拿着一包爆米花, 想喂鸽子吃, 你会不会冲向一群鸽子, 然后拼命的大叫, 快来吃啊鸽子们, 我这里有爆米花啊鸽子们, 它们会怎么样呢? 所有的鸽子都会飞得无影无踪, 那就是你们很多人接触人们的样子, 你们要来看看这个生意啊, 你们得来看看啊, 人们全都吓跑了, 你要有姿态, 你最好走进公园里, 找张椅子, 坐下来, 看看你的爆米花, 看看你的鸽子, 然后放一小块爆米花在地上, 只放一小块, 这个时候一只鸽子飞来了, 把它吃掉, 再放一小块, 又来一只鸽子, 然后你再多放几块, 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整个公园每个角落的鸽子都会飞过来, 这样的情景也许是好的, 也许是坏的, 但所有的鸽子都来了, 所以你要拥有正确的姿态, 此外, 这里有一本袖珍记事本, 里面提到成功的八部模式, 还有很多其他详细的说明, 上面有一些很有用的提示, 他提到一些邀请技巧, 比方说, 不要求别人来看你的计划, 别说求求你了, 来看看吧, 来看看我的生意吧, 你欠我一个人情啊, 不要求人们, 而是面试人们, 当你邀请人们的时候, 你要以一个考官的身份去面试他们, 当一个企业面试的时候, 谁在提问呢? 是考官提问题, 对吧? 谁想得到这份工作呢? 是候选人, 所以当你打电话给一个人, 当你邀请一个人的时候, 要想象你是给人们面试, 你要以考官的姿态去打电话, 因为你拥有一个数百万的企业, 你在寻找一些有潜力的合作伙伴, 而你还不能向他们保证什么, 要准备好一些显示你姿态的问题, 如果他们问你很多问题, 你就要反过来去问他们问题, 要准备好一些有姿态的提问, 把你喜欢的有姿态的问题写下来, 我只让他们问我两个问题, 就这么多了, 现在轮到我提问了, 我在掌控局面, 我拥有一个生意, 所以我要问他们, 你相信能通过互联网来经营一个电子商务生意吗? 如果他们说不的话, 请赶快把电话挂了, 当然不要太粗鲁, 你问人们, 你相信能通过互联网来经营一个电子商务生意吗? 或者你可以问, 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志向的人吗? 你希望两年以后成为什么样子的人? 你以前曾经经营过自己的生意吗? 你认为应该对一个项目要充分了解, 然后才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 这样会更好吗? 还有一个我最喜欢问的问题, 你有大学学历吗? 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我只是觉得它比较有趣罢了。 在你邀请人们的最后, 要确保你再次确认你们的约会, 如果人们到了预定时间而突然变卦不来, 这会令人很沮丧。 让我问你一个问题, 当人们不来参加聚会, 你会打电话问为什么他们来不了吗? 当然, 很多人都会打电话的, 但是我发现, 在聚会之前再次确认, 比之后再追问他们为什么来不了更好, 把确认的工作放在生意计划之前做。 在你挂电话以前, 记得问几个确认的问题, 以下是一些我想和你们分享的问题。 如果我邀请他们来参加家庭聚会, 我就会问, 我要给你留出座位吗? 我可以认为你肯定来吗? 我能相信你无论如何都会来吗? 你应该是一个首识方面不错的人吧? 无论如何, 要再次确认你的见面, 这是很重要的。 关于接触和邀请, 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呢? 这比哀求别人来聚会更糟糕。 这是什么呢? 是不去接触和邀请。 如果你不邀请人们, 他们肯定不会突然来到你家的, 所以无论如何, 一些接触比不接触好多了。 所以第一步是确定你的梦想, 第二步是定下承诺, 第三步是列出一份名单, 并扩展你的名单, 第四步是你邀请人们参加你的聚会, 第五步是你举办一个成功的聚会。 我刚才跟你们提过这个秀真记事本, 这本手册里有很多有用的信息, 包括怎样举办一个成功的聚会, 如果我们要详细讲解的话, 可能要用两个小时, 但是这本记事本里有所有的信息, 我推荐你们去读它, 学习怎样举办一个聚会, 学习怎样去做一个好的开场白, 学习怎样去讲解, 学习怎样结束, 这里有一个重点, 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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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计划最多的男人和女人会怎么样呢? 他们会赢, 请记住这一点, 除非你讲计划, 否则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尽自己的权利, 尽量多的讲计划, 当你讲完计划之后, 你要确保自己可以对以下三个问题回答是的, 当你讲完计划之后, 你要能用是的来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 来参加聚会的人都知道你定下承诺去建立这个生意了吗? 来参加聚会的人都知道你定下承诺, 去建立这个生意了吗? 如果人们认为你差不多要放弃, 没有人会愿意加入你的生意的, 他们在看着你, 在想这个人会一直坚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吗? 他们必须知道你是有承诺的, 要确保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是的。 第二, 我所讲的计划能否达成他们的梦想呢? 你们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我们说讲计划呢? 讲计划, 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 讲计划这三个字, 是讲一个能达成人们梦想的生意计划的缩写, 这不是达成我们梦想的计划, 而是达成人们梦想的计划, 所以, 为了能够讲解一个达成人们的梦想的计划, 我们必须首先知道什么呢? 我们必须首先知道人们的梦想是什么, 如果你不知道人们的梦想是什么, 你打算给他们讲解什么计划呢? 你也许仅仅是讲你自己的计划, 你告诉他们, 你怎么达成你的梦想, 而人们坐在下面安静的聆听, 这够给你面子了, 但这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 你要找到他们的梦想是什么, 并针对这些梦想来讲解, 如果他们的梦想是每个月多赚两千美元, 然后离开目前的工作, 去世界各地做信仰传播的工作, 那样的话, 我需要讲解给他们的计划, 就不是一年多赚十万二十万, 如何成为百万富翁的计划, 我只会给他们讲一个, 帮助他们每个月赚到两千美元的计划, 因为这是他们达成梦想所需要的数字, 所以要找到他们的梦想, 然后调整一下计划, 以便我们的数字刚好打中人们所想要的目标, 所以说第二个问题是, 我所讲的计划能否达成他们的梦想呢? 第三点, 这可有点考验人, 我也需要在上面下点功夫, 第三个要问的是, 你需要得到一个肯定回答的问题是, 人们喜欢我吗? 有些人也许看到你是有承诺的, 有些人也许看到这个计划能帮助他们达成梦想, 但这些人也许完全忍受不了你, 他们很有可能不会加入你的生意, 要留意的是, 如果你经常谈论的是人们, 而不是你自己, 他们会更喜欢这样的谈话的, 你意识到这一点吗? 当你讲计划的时候, 要更多的谈论别人, 而不是你自己, 这样人们才会更喜欢你,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提示, 请留意, 让人们自己发现你的良好品格, 而不需要你的帮助, 这样会更好, 大家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让人们自己发现你的良好品格, 而不需要你的帮助, 这样会更好,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第一, 人们都知道你定下承诺去建立这个生意了吗? 第二, 我所讲的计划能否达成他们的梦想呢? 第三, 人们都喜欢我吗? 最后, 关于举办一个成功的聚会, 不要担心人们是否会加入, 当你翻开扑克牌, 而发现这又是一张小鬼, 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这一张九或者十六或者十二, 虽然这些牌都不那么令人兴奋, 如果你翻开一张钉钩, 这好点了, 大家明白吗? 一张一张牌翻下去, 直到你找到肩牌, 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尖, 请绝不要停下来, 如果人们还没有加入任何东西, 也阻挡不了他们, 你要学会这个词,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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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牌就要到来, 总共有两亿七千万美国人, 你能找到六张肩牌吗? 下一个, 下一个, 你会做到的, 做一张有五十二个方格的列表, 当你把你的第一套扑克牌翻完的时候, 在每个方格内打一个叉, 不要在意这些牌出现的顺序, 如果二三在前, 那么肩就会在后,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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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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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是, 要尽快把扑克牌翻完, 这样的话, 你遇到的痛苦会少得多, 好, 第六步, 跟进, 第一步是确定梦想, 第二步是定下承诺, 第三步是列名单, 并扩展名单, 第四步是接触和邀请, 第五步是讲计划, 第六步是跟进, 跟进这个步骤, 是适用于推荐对象, 和独立生意人双方的, 它不光是给推荐对象的, 你要学会引导人们走到下一步, 无论他们已经加入, 还是没有加入, 无论他们已经加入, 还是没有加入, 引导人们是跟进的关键, 找到他们要走的下一步是什么, 然后引导他们走出这一步, 让我来给你们三个问题, 这是你做跟进的时候非常有效的, 这些问题都很简单, 我喜欢简单的东西, 第一个问题是, 如果会怎么样, 第二个问题是, 还有别的方法吗? 第三个问题是, 为什么不呢? 换句话说, 与其整天忙着对付每一个人的反对意见, 我觉得学会问这几个小问题会更简单, 如果会怎样? 还有别的方法吗? 为什么不呢? 所以当有人对我说, 我没有钱, 我没有时间,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成这事, 我不认识任何人, 等等等等, 无所谓什么问题了, 我都会问他们同样的问题, 喂, 约翰, 如果这样做会帮助你达成梦想, 你会怎样? 你看, 这个问题里面有着一些假设的成分, 那就是你知道一些东西, 要让这个问题产生正确的效果, 你需要知道的事情是什么呢? 你要知道他们的梦想, 因为让人们走到下一步的关键在于, 那里离他们的梦想更近一步, 大家明白吗? 没有人想做这些事情的, 也许你把这个生意做得越成功, 例如那些钻石们, 你就越能感觉到这个生意的乐趣, 你就越想做这些事情, 它会变得很让人享受, 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事情很让人费解, 令人沮丧, 很复杂, 这个时候没有人会喜欢他们, 所以为什么你花那么多的力气去说服他们去做这些事情呢? 如果人们不喜欢做这些事情, 这是不是变成一个永无止境的争辩呢? 现在, 这个会场里, 有上千人都不喜欢做这些事情, 但我们都愿意做这些事情, 为了能达成我们的梦想, 所以对于每一个反对意见的回答都应该是相同的, 那就是, 我知道你没有时间, 我知道你没有钱, 我知道你没有朋友, 但是如果这事能做成, 会怎么样呢? 如果这能帮助你达成梦想, 会怎么样呢? 如果你能做一个全职妈妈, 会怎么样呢? 如果你能做一个全职爸爸, 会怎么样呢? 如果你能偿还你的房屋抵押贷款, 让你摆脱财务压力, 会怎么样呢? 如果会怎样? 然后到了下一个问题, 让我问你另外一个问题, 你还能做些什么别的事情, 去达成这些梦想吗? 你还能做些什么事情, 能让你在电子商务里分得一杯羹?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不呢? 为什么不行动呢? 为什么不看一个聚会试试呢? 为什么不看看还有谁在你的名单上呢? 看看你是否认识一些肩排呢? 这些是给推荐对象的, 对于独立生意人跟进是同样重要的, 你可以使用同样的三个问题, 如果他说我不打算去聚会了, 你可以回答说, 嘿, 如果你去到聚会上, 学到一些能让你的生意做成的东西, 达成你的梦想, 你会怎么样呢? 除了在家看电视, 还有什么能促成你的梦想早日实现呢? 为什么不跟随你的信心参加聚会呢? 如果人们说我不想使用这些产品, 我可以这样回答, 如果你使用自己的产品, 如果你全心全意的相信这些产品, 把你能使用的产品都买来, 会怎么样呢? 你还能做些什么事情, 才能让自己不需要花钱就能买到这些产品呢? 为什么不学会喜欢自己的产品, 然后全身心的跟随这个团队呢? 如果会怎样, 还有别的方法吗? 为什么不呢? 让我们用一句话来结束跟进这个步骤, 这是很重要, 很有威力的一点, 八步模式的第六步, 跟进, 这是其他电子商务生意所没有的, 第六步, 跟进, 是推动你的生意在所有众多的电子商务生意中脱颖而出的关键点, 让我来解释一下, 所有的电子商务生意都从一个梦想开始, 所有的生意都从一个梦想开始, 他们都做出一些承诺, 他们都做出一些投资, 他们都列出一份潜在顾客和会员的名单, 他们通过广告去接触这些人, 例如户外霓虹灯广告牌, 电视广告, 电台广告等等, 他们还通过网站去展示他们的生意特点, 到了这里, 他们就停下来了, 他们没有独立生意人, 他们没有会员去跟进其他潜在的顾客, 确保这些潜在顾客看懂他们生意的价值, 所以有很多网站, 有很多很多的会员, 大家都应该听说过亚马逊网上书店吧, 它有1700万的会员, 这1700万会员之中, 有多少个会员有兴趣去跟进另外1700万人, 以便使书店的生意保持增长呢? 答案是零, 所有的电子商务网站都恨不得自己也能拥有一批独立生意人, 去跟进其他独立生意人, 推动他们参加像今天这样的聚会, 跟进人们进入生意, 所有的电子商务网站都恨不得自己也能拥有一个真心希望网站成功的生意团队, 他们没有, 而我们有, 所以要好好掌握跟进的技巧, 因为这是你的一切, 这是你能取得成功的核心竞争力, 第七步, 如果你已经确定了梦想, 你做出承诺, 你写下一份名单, 你学会接触和邀请人们, 你举办了成功的聚会, 你做好跟进, 现在第七步, 你要检查你的进展, 你要定期检查你的进展, 这是如此重要, 定期从你的生意导师那里接受指导, 很多人离正确的轨道都只差那么一点点, 但是他们又是偏差的那么的远, 你们做什么事情都是只偏差一点点, 刚开始的时候, 也许这一点点偏差不会造成什么区别, 就像打高尔夫球那样, 有多少人定立了一个目标, 看看自己什么时候能厌倦于打高尔夫球, 你去全世界打高尔夫球, 一星期打七天, 每天都打高尔夫球, 以致你们都厌倦了打球了, 你们喜欢这样的事情吗? 当你击球的时候, 你希望它落在某一个地点, 但它只是偏离了一点点, 如果在一开始的时候, 差一点点并不矮事, 对吧? 但是这一点点的偏差, 如果在球场上一直延续下去, 正如在你的生命中一直延续下去的话, 可能会让你远离轨道, 所以要定期检查, 定期向导师咨询你的进展, 这是非常重要的, 要学会问这些问题, 在我的生意中, 我需要做出一些什么改变或者改进, 能大幅度提高我的成效, 是你看到了的, 而我还没有看到的呢? 在我的生意中, 我需要做出一些什么改变或者改进, 能大幅度提高我的成效, 是你看到了的, 而我还没有看到的呢? 要学会问这样的问题, 这是一个令自己谦虚起来的问题, 我就这样问过我的推荐人威廉斯, 在我的生意中, 我需要做出一些什么改变, 能大幅度提高我的成效, 是你看到了的, 而我还没有看到的呢? 他说, 那应该是你的性格吧? 我问他, 你说我的性格是什么意思? 他说, 没什么别的, 就是没有人喜欢你, 他说, 你知道吗? 你一点也没趣, 我们的生意, 其实是一个教人致富的社交俱乐部, 你第一次来到这个会场, 你看到人们在舞台上跳舞, 这有点像一个社交俱乐部一样, 同时, 这也是教人致富, 那很不错是吧? 但是如果你创办了这个社交俱乐部, 但没有人喜欢你的话, 会有多少人来和你在一起呢? 因此你要好好看看自己, 找到究竟是你的外表, 你的思维方式, 你展示性格的方式, 也许你在建立生意的时候, 做错了一些事情, 但是只要你定期的谦虚的问导师, 你究竟看到我的哪里需要改变? 我曾经推荐一个牙医, 我在帮她起步, 她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牙医, 赚了很多钱, 她问我, 我想问你一个很私人的问题, 如果你不想回答, 我能明白的, 但我对这个问题实在很好奇, 我真的很想知道答案, 因为我认识威廉斯, 我认识他很多年了, 我说好啊, 这个牙医问我, 威廉斯向那些接受他资讯的人, 收取多少费用呢? 在这个生意里待过的人都知道, 这个问题多荒谬啊, 为什么要这样问呢? 他不收钱呢? 然而请试想想, 在牙医行业里, 如果有一个新牙医, 向老牙医咨询如何开办一个成功的牙医诊所, 或者在其他任何的职业里, 有人向专家咨询任何发展生意的知识, 这都是要支付费用的, 咨询顾问是赚很多钱的, 也许我们这个生意里有一个弱点, 那就是业务咨询是不需要支付费用的, 所以很多人并不把它当做一回事, 也许有些钻石恨透了我说这句话, 因为他们一直都对他们的咨询环节收费, 而现在我说了这句话, 他们没办法再继续收钱了,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他说我们无法使用我们创造问题的思维方式, 来解决我们所创造出来的问题, 这句话说得多么正确, 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需要一个更高的远景, 更大的画面去看待我们的生意, 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究竟在做着一些什么事情, 所以要定期检查你的进展, 这是第七步, 最后第八步, 学习并传授八步模式, 学习并传授这个模式, 把它们融进你身上, 把它推向你的团队的深处的每个角落, 去全面掌握这个模式, 随身携带这个袖珍记事本, 它里面提到的八步模式的内容, 比我今天的演讲更详细, 如果你把它放进你的口袋里, 你周围走着,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你公司的同事会好奇地问你, 喂, 你口袋里装了什么东西? 你怎么回答呢? 很高兴你这样问, 这是让我成为百万富翁的袖珍记事本, 你想看看吗? 你的口袋里面装着什么呀? 这是让我得到财务自由的记事本, 你们相信吗? 我的财务自由的计划全在这里面了, 你也许不感兴趣, 没关系的, 你时时拿着它, 经常看着它, 全面掌握它, 让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周一的晚上, 为何你一模一样的六个人, 把你加入手续, 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你知道吗? 关键在这里, 到这里为止, 它还不是什么好消息, 也不是什么坏消息, 从这一点开始, 那对你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消息, 因为你掌握了这个八部模式, 当你掌握了这个模式, 生意就会变得如此简单, 这只是八个步骤而已, 你要为自己的梦想兴奋起来, 你定下一些承诺, 你写下一些名单, 并且扩展这些名单, 你接触一些人, 邀请一些人, 你举办一些成功的聚会, 你跟进人们, 你经常保持咨询, 并且把同样的东西传授给其他人, 这如此简单, 你会发现生意变得如此的容易, 当它变得容易, 接着会发生什么事呢? 它会变得有趣, 它变得有趣, 因为你正在取得成功, 你赚到钱, 你在达成你的梦想, 你在成为一张肩排, 你能做到, 我们祝福你。